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们要知道很多的那个 欧美的一些白点猪的都不吃主食的 不是主食还有一个好处就是 肌肉感很弱 还有就是他不犯粪 我们要吃饱饭的关系 都是主食的影响 这是第一个 现在呢为什么发现这么 现在为什么就盛兴起来 就发现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就是 原来清土的同政 我们知道那酮体多了 会中毒的 有酮中毒 糖尿病病 酮中毒会昏迷的 清土的血里面 酮症升高 这个酮 会抑制食欲 这才是我们生酮治疗 草药 今天炒热的原因 其实这过去一直在用 所以就喊成叫 生酮治疗 确实 因为你没有吃一口 因为为什么生酮 就是我们脂肪 在代谢过程中 会产生酮体 脂肪就是烧到半截 就像我们烧木炭的时候 最后会产生木炭 这样 其实就是木炭作用 燃烧完全 因为 只有在什么情况 有了糖的时候 作用辅助的情况下 它就燃烧完全了 这个酮体就没有了 很奇怪的事 就会 糖会辅助 这个脂肪燃烧 但是呢 我们让它闪烧半截 所以这个就很奇怪 只要控制 没有酮症 酸痛苦 没有酮症很严重 不过很高 所以我们要清土控制饮食 让它燃烧一些脂肪 就是 反而会抑制食欲 所以这是它的来源 像这样的 完全可以控制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